這頭是郵局櫃台 但另一邊就是超商入口 基隆愛三路郵局率先資產活化 原本這22坪大空間 是集郵中心和銷售中心 今年2月出租給連鎖超商 坦白說 我這邊坐16年 我都沒有買過 就買過它的東西 就買過一次而已 那它如果改變站子 我覺得也不錯 除了發呆之外 它如果有什麼方便 還可以到便利店裡買個東西 在地人也看好 郵局銷售中心便超商 原本銷售中心賣數十款 生活用品 健康食品 但營業額大約只有10萬塊 而且大多都是郵局自家員工購買 現在出租給超商 光收租金一個月就有17萬 更活絡往來人潮 把一些多餘的空間 結餘出來做更好的 更有效率的運用 郵局拼資產活化不是沒有原因 因往春節期間 年貨大街宅配是郵局服務重點 不過在宅配市場競爭下 老字號郵局今年包裹量銳減 比去年少了兩到三成 面對勁敵郵局多講話經營 閒置空間也不放過 同樣位在吉隆的東信路郵局 2012年改建後 四層樓高的建築物 三樓和四樓還規劃要當出租辦公室 台北市巴德路四段的這一家郵局 原本二樓的空間是做儲繪使用 現在要出租成辦公室 甚至也可以變更使用執照 當旅館 郵局閒置空間在利用 占地大的不僅能當辦公室 甚至也可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當旅館或是套房 郵局變身包租公 雯子館拿來出租 反倒成了搖錢樹 全台灣資產活花的租金 一年突破兩億元 記者胡克強 邵玉敏 台北基隆採訪報導